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画龙点睛只差最后几针了 龙眼睛就绣完了 可不是吗 绣了好几日呢 小主绣功真好 绣院里最好的绣娘都比不过小主呢 而且小主好心思 琴衣嘛 是最贴身的 若皇上真的穿上了这件琴衣 那定能体会到小主的琴衣 穿着这么大个人了 还要玩这些香粉 八百催着咱们给他看 能不看吗 莫莫老说我身上不够白 每天都给我抹这么多的香粉 现在得了好的 我自然要来给姐姐看呢 这是杨州的茉莉粉 说是用白茉莉花磨碎了堆进去的 这粉又细又香 比雪还白呢 果真是上好的香粉 我那里倒有一盒葵花粉 白是白 就是没这个香 原以为每天涂吃抹粉就够麻烦的了 现在天天要往身上抹这个东西 而且哪处都不能放过 粉抹得多 才能养得皮肤白嫩细致 这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 不要天天抹夜夜抹 才能养得肤色像剥了壳的鸡蛋似的 来 我给你铺上 保枕又白又香 皇上喜欢就不得了 我告诉你们啊 昨夜我去试寝 我就起了好奇 这皇上身上白不白呢 我很想看来着 你们要知道啊 我以前可都是闭了眼不敢看的 这样都 你竟胡说 姐姐你别拦到 你让他说 让他说 他不懂事你还游着他 我使劲看使劲看 结果皇上就看着我说 你今天怎么老盯着朕看呢 是不是喜欢朕身上金龙出云的花样 你要是喜欢 朕就让人脚下来给你吧 然后呢 然后皇上就真脱下来了 穿上了一件二龙抢猪的旗衣 皇上就跟我说 你别再盯着朕了 早点睡吧 然后皇上就真换了旗衣 是啊 这有什么可骗人的 皇上还说了 他特别喜欢二龙抢猪上的料子 说就得这样 才贴心和舒服呢 我就问了 那这件衣裳 是谁送给你的呢 皇上笑着说 那你去问你的晚姐姐吧 哦 原来是晚姐姐秀的 别胡说 谁信你的 我才没有胡说呢 我就问皇上 是不是晚姐姐做的 皇上您特别喜欢 皇上就说了 嗯 什么人做什么衣服 忍心里有数 哼 我就笑了 我问皇上 那是不是那件金龙出云 太小家子气了 皇上不喜欢 定是秀院的秀娘们做的 别胡说 皇上喜欢您 也不能老这样口无遮拦的 嗯 我只是觉得 一条龙孤孤单单的盘在云里 有什么好呀 干嘛不找个伴呢 好了好了 不说这个了 也不害臊 嗯 我让小厨房蒸了没花糕 你快去瞧瞧 好了没有 若是好了 都来给你安姐姐尝尝 嗯 好 锦西 你陪她去 嗯 走 她已今日来瞧过 说我肠胃不太好 不宜吃糕点的 我看吃药的时针也快到了 我就先回去了 那好 回去路上小心 嗯 小厨这是怎么了 怎么好端端的就空气来了呢 快出去 小厨思念佳人伤心难耐 你也别往心里去 出去伺候 是 纯儿回去了吧 嗯 包了两包细点回去了 混听喜地的 纯儿心思单纯 总是欢欢喜喜的 小厨的这几个姐妹里 沈答应呢 问候大方 春小柱那天真无邪 安小柱心思细腻 就因为她心思细腻 所以有时候 我也不敢轻易 在她面前说些什么 就像今日 纯儿有口无心 只怕玲珑听去又要多心了 这几个小柱里面 也就纯常在 醉无心计天真难得 就因为她太天真 我反而担心 有时候她得罪人都不知道 那就只能 让小柱多费心 为春小柱 授权授权 这对和田玉钗 玉制温厚细腻 是难得的真品 一会儿你送去 延禧宫给玲珑吧 这 奴婢记得这对玉钗 和是皇上 私下赏给小柱的 小柱为了安抚安常在 真的是费心心思啊 宫中真心的姐妹太少了 别叫她难受 那奴婢就把这对玉钗 好好地送给安常在 小柱的一番苦心 想必安常在 她并能明白 那奴婢就去了 去吧 小柱吉相 姑姑 这个时候你怎么来了 宫贵人新得了一对玉钗 年纪在宫中姐妹里 你小柱是最要好的 所以特地让我来赠予小柱 多谢姐姐 她有什么好的东西 都想着我 我们小柱说了 当年在府中 有什么好看的首饰 都是两个人轮着戴的 如今到了宫中 更要有福同享呢 宝娟 替我好生收着 是 我可欢喜得很 替我回去 多谢姐姐 对了 今日我听姐姐咳了一声 劳烦姑姑回去 替姐姐熬一剂 冰糖琵琶叶 多谢小柱关怀了 奴婢一定回去找办 奴婢来 还有一句话 要转告小柱 珍常在年幼天正 若有什么话 说得不妥当了 还请安小柱多担待 这个自然都是自家姐妹 有什么计较不计较的 更何况 纯人的性子 我又不是不知道 小柱宽厚 这是纯常在的福气呢 那奴婢就告退了 姑姑慢走 宝娟 去送一下姑姑 是 姑姑慢走 纯人的 这大冷天的站这儿干什么呢 锦西姑姑 事物已去了 小柱回来直哭 我才问了一句 小柱就砸了东西赶我出来 我从没见过小柱 动过这样大的气 这做奴才的哪有不受主子气的 玲珑小柱算是脾气好的了 快别哭了 回头 这脸上又是剩个洞窗 往后该不好看了 这玉柴触手升温 真是难得 只是小柱您得了 难道不高兴吗 我若赏你 你高不高兴 奴婢自然高兴了 是啊 别人赏你的 你自然高兴 可我与她平起平坐 同是皇上的平妃 这样好的东西 我连见都没见过 她却什么都有 知道我不高兴了 便赏我这个 赏我那个 小柱您别多心 我也不想多心 她有好的料子 高兴了便赏我良品 她给皇上做的请衣 皇上便说她的料子好 穿着舒服 我的便可以随便缴了送人 如今 连纯长才也敢对我 蹬鼻子上脸 还笑话我的秀样小家子气 蹬不得台面 还皱我孤孤单单 纯长才她年轻 才得宠 难免承不住气 小柱您别跟她一般见识 到底晚贵人 还是在乎您的 要不怎么让人 送来这御差呢 她这哪里是为我 她是怕我跟纯长才闹气 才送这御差给我的 纯长才说了 她俩出身差不多 所以清净些 我算什么呀 晚贵人 正是为了护着纯长才 才送我这个的 否则的话 她平日里 那送过我这么贵重的东西 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晚贵人心里 只在意纯长才 也是 当初沈答应得宠的时候 也没看她估计过咱们的死活 我算是明白了 若不是沈答应失试 她又何尝会帮我 如今她有了纯长才 就不需要我了 便把我傻了 小主若是生气 我就把这御差收起来便是 免得小主看了心烦 不然 这么好的东西 赏了我 我便好好带着 否则的话 就真的浪费了 对了 你看到锦西和菊青说话了 她们聊得可亲切了 我便知道 若不是她通风暴行 晚贵人怎么会那么巧 也跟我一样 做了件请仪赠与皇上 和我争宠 那小主日后 更要防着拒亲了